欢迎收看小高 在2024年赛季 郑亲文的迅速上升 让人期待 三个冠军 三个亚军 郑亲文不仅在奖金上完成了突破 同时也刷新了个人的世界排名 2025赛年 年轻的郑亲文 更加期待能够再上一层楼 而郑亲文这边在2024年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他的教练佩雷 李八是鞠躬至尾 两个人合作之后 郑亲文完成了爆发 甚至拿到了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可是在11月25日 郑亲文这边无奈的发声 官宣了自己决定 那就是正式更换主帅 郑亲文为何会临时换帅 和佩雷 李八分开呢 根据西班牙马卡报的报道 中国女网一姐郑亲文将临时换帅 西班牙人佩雷 李八将不会指教郑亲文征战傲网 而取而代之的是阿根廷人丹特 伯蒂 郑亲文为何要临阵换帅呢 根据报道 郑亲文之所以换帅 是因为李八要进行髋关节 置换修复手术 这将让佩雷 李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无法回归到郑亲文团体 他也无法帮助郑亲文训练备战 目前佩雷 李八的预计回归时间 是2025年的3月 也因为如此 郑亲文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教练 帮助自己度过这4个月的时间 同时帮助自己备战 而之所以郑亲文会找到阿根廷人丹特 很重要的一个愿意是因为 丹特是足球名宿 商议儿子商俊成的前教练 在商俊成的牵线之下 丹特成为了郑亲文的新教练 据悉丹特出生于1979年 球员生涯世界排名最高827名 双打最高380名 他从2007年开始转型教练 目前已经执教过锦之龟 商俊成 贾里等多名球员 丹特算是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教练 他曾经帮助亚洲一哥锦之龟 拿到了12座巡回赛的冠军头衔 并在2015年帮助锦之龟 登上了南丹世界第四的位置 我们也希望两者的这一次合作 能够擦出新火花 郑亲文更换教练 显然 郑亲文这个决定 肯定是和网协有过沟通 毕竟网协会尽最大力帮助郑亲文 而当郑亲文更换教练后 他奥网的征程将变得更加艰难 我们也希望郑亲文和丹特 尽快完成磨合 期待郑亲文 接下来大赛交出优秀的成绩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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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